金鐘影帝雷虹出演了以本土宮廟文化為題材的國片 在當中飾演宮廟主委 劇情當中追趕跑跳通通有 當然也少不了武打動作 他說要保持靈活身手 最重要是包括經常活動筋骨 還有使用保健食品保養 以台灣本土宮廟文化為題材的國片 3月22號正式上映 由獨立製片導演王重鎮指導 找來金鐘影帝雷虹資深藝人霍正麒 領銜主演 講述日志時期 往死的冤魂阿海 在後世家族子孫的幫助下 解開冤情的故事 雙膝微蹲搭配手部動作 腿一下就強而有力踢出去 出道超過60年的雷虹 在電影中飾演宮廟主委 演藝劇裡武打片段 身手相當靈活 拍攝電影一整天也從未喊累 76歲的雷虹 每天早上還是堅持做運動 他說就連在廚房裡 也可以做簡單的拉伸動作 向彎腰可以保持筋骨弹性 深蹲則能加強腰部和大腿肌肉強韌度 對爬樓梯常站常走都有幫助 另外他也提到保健食品的重要 我吃了以後 我現在血糖也比較平穩一點 什麼東西都比較正常 再來關節好 關節筋好 對不對 我全部有在吃 所以我要告知一些 比較年長的人 不管年長也要年輕也好 年輕也要吃 年長的更要吃 更要保養 這個是重點 雷虹說平時就要注重保養 還有每天規律動一動才能保護肌肉和五臟六腑 健康的身心也是不老的關鍵 記者張凱婷 黃鴻凱 台北報導 地板和一段嘻吻 做完美的健康 大一段嘻吻 國伍 紀錄 大一段嘻吻 海老